Hello 大家好 又到4月18日的時間了 希望大家繼續收席梳報頻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每月定額 可以捐款給我 希望大家能夠看完廣告 看完片 利用Superfanks的功能 就是YouTube下面有個Fanks的功能 按下去 小額 能夠贊助本頻道 多謝各位 我們說回這個是 蘋果案 蘋果案 即是黎智英案 審下審下 都62天了 在4月17日 即是昨天 基本上已經踏入第62天的審訊 有兩點是比較 重要的特點 一個是涉及到 黎智英是否想做和理非 和勇武的大佬 和劉祖迪會面的經過 以及 究竟 我們是不是要看 另一個重點 就涉及到 究竟是否 黎智英在區議會選之後 提立會初選 而他 其實基本上是 四十七人案 同列 這兩件事 在昨天的 審判裏面 說到 即是說 是不是有一些 新的公辭 對黎智英不利呢 我會認為 這個不關陳子話事 涉及到 我會覺得 很多人不可以想入非非做的聯想 但是 拿正來做 於法無懼 因為 黎智英沒有在 2020年7月1日之後 去再參與 47人案 或者初選的事情 他所有發生的事實 都是 2019年 2020年 但是你說 桑普 太天真了 共產黨說你是 Yes you are right 所以我就說 共產黨 如果要屈你 多容易屈你 但是 拿正來做 拿正來做 就不會 但偏偏現在 就不會拿正來做 無法無天 所以我覺得 所有猜測都是 枉廢 我們說回這宗案件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和三間蘋果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和串謀刊印煽動開密等罪 在昨日17日在西角郎裁判法院 逐審 踏入第62日審訊 控方證人被指揮黎智英中間人的 陳之華 第四日作供 陳之華公稱為建立橫跨和理非和勇武派的領袖團隊 黎智英要求他聯絡攬炒巴 劉祖迪 最後 陳之華 成功邀請到劉祖迪和黎智英會面 陳之華益述 他轉述劉祖迪感到猶豫的時候 黎智英明言他不是不支持勇武 但他需要擺出姿態迎合西方 並表示不希望 陳之華和李宇軒等年輕人 搶奪話語權 認為應該在國際線統一講述 五大訴求 並採用老泛民的思想 這個就是黎智英的想法 基本上他想做 說到黎智英想做統合各方的力量 而成為一支 一個 堅實的力量能夠面對美國 說到 他是想 匯豐凌絕頂 一攬眾山小 成為光明頂上面的 重要的骨幹 成為一個真正面對美國的人 統合和理非和勇武的重要人物 這個就是 他的功詞 陳之華又說 黎智英說年輕人應該專注選舉工作 因為初選 初選 能夠吸納 參與反送中運動年輕人的票源 提高投票率 如果素人 在初選敗選 去到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老泛民就可以得到票源 鞏固泛民的立法會議席 那我想這些 就是把素人和老泛民對立起來 這種想法 是不是 對呢 我覺得這件事可以大家看 還有黎智英是不是真的這麼說呢 要讓黎智英自己做一個 就是 辯白 所以 事實上黎智英有沒有說過 不知道 即使我這麼說過 我覺得是錯的 不會說黎智英說的永遠是對的 桑普都支持 如果他沒有這麼說過 那你老惹他 那你作假證供 是不是 這是一個 這個問題 法官李運騰文言之後關注 陳之華和黎智英會面的時候 在2019年11月和12月 多度追問當時坊間 是不是已經有初選的討論 陳之華就說 當時尚未有初選的討論 他是首次 由黎智英口中得次初選的 當時只是理解為泛民 參選前 會先舉辦選舉的 即是有初選 陳之華的回憶就是 他和黎智英 在車上第三次會面之後 即是2019年11月27日 為甚麼記得那麼清楚的日期呢 我就不得而知了 總之2019年11月27日 陳之華聲稱他和黎智英第三次車上會面 黎智英就是 致電他 即是陳之華 表示 攬炒團隊發展得很好 要求他聯絡國際線 文宣上比較出名的攬炒吧 劉祖迪 那麼陳之華 其後在2019年12月 就說他當時表示劉祖迪可以跟 黎智英直接對話 反正見面 不會有人知道 而且所有費用都會由黎智英去負責 最後劉祖迪同意 和黎智英見面 陳之華繼續說 他由英國回來之後 就在2019年12月31日 即是徐職日 再次和黎智英在金鐘法院道 一部私家車上會面 陳之華說給黎智英知 劉祖迪感到猶豫 因為認為 黎智英對勇武派的取態 似乎不適合他們兩個見面 即是基本上沒有共識 那麼陳之華 就說黎智英當時強調 他不是不支持勇武 只是他需要迎合西方來獲得國者支持 所以他需要有這樣的姿態 但是他認為無可否認地國際支持 比起勇武派的支持更加重要 但這句可言可言 即是我覺得 美國支持比勇武派的支持更加重要 其實我覺得不是立於比較的地位 即是我們需要美國的支持 但是你說得好像說 有勇武派的支持就沒有美國支持 有美國支持就沒有勇武派的支持 其實好像二澤一、二律背反 的關係 我覺得不是這樣 那麼 如果黎智英真是這麼想 意識上極有可能這麼想的話 我覺得這個想法是錯的 我是可以這樣說 但不代表他有罪 OK 這件事是他的想法 他是 泛民 大中華膠 OK 這件事 不可改變的現實 但你想想 這一種 當時國際線很亂 有不同聲音 有人提倡港獨 有人只想捍衛一國兩制 也都有人提倡 制裁或者封鎖香港 黎智英認為年輕人在搶著那個話語權 其實我不覺得黎智英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就說有人想拿這個話語權 那是否黎智英要反對別人去拿這個話語權呢 我覺得他沒有這樣的想法 他只是說不如我做個coordinator 是不是好不可以做這個角色呢 那當然 你在 劉祖迪的眼中 或者其他人的眼中 可能覺得 你沒有這樣的資格去做這個角色 或者覺得 先談一下 看看你說什麼 OK 陳之華繼續說黎智英不同意年之形的取態 認為應該用老泛民的思想作為一種意見 又說黎智英希望團結國際線和攬醜派 OK 控方就問為什麼黎智英認為要用老泛民思想 陳之華就說黎智英表示 這個搶華語權不是西方或者美國想見到的 但沒有解釋是不是美國只是想見到泛民 陳之華明言 據他理解 簡單來說就是黎智英希望主導國際線 OK 那這個是他的想法 我不覺得美國一定說只是見老泛民是為他唯一的標準 我不覺得這樣 控方追問黎智英希望他做什麼 今天陳之華表示 他希望我將當日加上他初選那些東西 告訴年輕人 陳之華解釋說 黎智英表明年輕人應該專注選舉工作 那些民氣才會集結 並強調初選能夠集中黃絲的票源 固定參與反送中運動年輕人的票 提高投票率 如果有數人參選 那些票其實可以流到老泛民那裡 因為如果數人在初選敗選 屬於立法會選舉的時候老泛民就可以得到票源 鞏固泛民的立法會議席 如果真是這樣的說法 我覺得完全跟時代脫節 法官李運騰關注當時方家是不是已經有初選的討論 還回答到初選討論 陳之華說 還未有相關討論 李運騰追問 陳之華當時知不知道黎智英在說什麼 陳之華為他知道 因為 早在2019年11月27日的會面 黎智英都會 說過會支持本土派 你說過這句話 黎智英已經在2019年11月27日的時候 說過會支持本土派 他就是想政治素人參選的話 才會令初選有認受情 而當時坊間仍未有初選的討論 李運騰再問 陳之華是首次 由黎智英口中得息初選嗎 陳之華同意並解釋他當時 只是認為泛民參選前 會舉辦一個選舉 陳之華公稱說他其後在Telegram的公海 和文宣組群組轉達黎智英的說法 又向李宇軒表示 黎智英不想我們這樣搶麥 拿了話語權 陳之華轉達黎智英希望他們在國際線 統一講回五大訴求 並提到初選的事 但李宇軒表示他們立法會的選舉 有一段很長時間 所以他沒有興趣 你記住當時是2019年的時空 去到2019年年尾 2020年初的時空 當時仍未 有立法會初選 立法會初選是2020年7月的事 所以這件事實劃都沒有一撇 即是當時 攬炒十部曲這些東西 當時都未發表 即是連戴耀廷 去 帶頭做這件事 都要起碼去到2020年23月才可以出現的東西 所以這些是非常remote的東西 所以你說會將黎智英扯進去 47人案的機會不高 一 他的行為不是延續到2020年7月1日之後 二 就是這些事跟 戴耀廷搞過運動完全風馬牛不相及 他只是在說 他支持 本土派 數人去選 算輸了 就給泛民去做 這些 說法 但我就說 這些東西是很老派的想法 現在跟 現在整個時代不同 現在時代是甚麼呢 勇武 是一種反抗 是值得 支持的 而 本土派 港獨派 已經成為年輕人骨幹的思想 港獨和本土 未必一定一致 本土和這個勇武 不一定 是等同 但 慢慢慢慢 分進合擊 這些思想 已經年輕一代生根 黎智英 始終都是 一國兩制 大中華 和理非的 信奉者 這件事 跟美國合不合得 對 但是 救不了香港 因為利用的藥 美國只是Lip Service 支持 但都知道 香港人如果不是憤怯的話 美國可以幫些民意 所以去到最後都是 香港人要爭氣 沒有一個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德國 日本澳洲加拿大在內 會支持 香港獨立 支持上海獨立 支持台灣獨立 支持西藏獨立 支持這個 新疆獨立 支持這個 南蒙獨立 不會這樣的 沒有人會這樣支持你獨立的 不支持也不反對 要不要獨立 要不要dependent 還是independent 是取決於你們每個人的想法 造成既定事實 那些人再決定知不支持 這個就是國際政治 古往今來都是這樣 OK 所以說最終 真的是獨立也好 本土也好 勇武也好 的 動員 的一個 運動的源頭 就在於 香港人 尤其是 留下來在香港的香港人 OK 接著華風一轉 陳之華確認 黎智英和劉祖迪的會面 最後在台北舉行 從2020年1月10日 到12日 陳之華 一名姓林的女生 李永達夫婦 何俊仁夫婦 施明德夫婦 都有參與 這些 就是他在台北舉行的 控方問黎智英為何如此 希望和劉祖迪見面 陳之華解釋 黎智英是很想實現成立 領袖團隊的想法 即是希望有一個真正的team 這個leadership team 去領導這場運動 當然這個跟 當時有魚水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 而劉祖迪本人他是領導著 攬炒團隊 也就是從光團隊 先是攬炒團隊 後來是合併 G20合併 就變成從光團隊 有些人叫從光團隊 叫攬炒團隊 我昨天已經說過 陳之華又解釋 由於黎智英沒有提過 可不可以帶李宇軒去 所以他沒有特別詢問 李宇軒覺得沒什麼所謂 你兩個就是陳之華和劉祖迪 知道就可以了 控方關注陳之華之前 有沒有向黎智英提起李宇軒 陳之華說很少 但是有 說他曾經向黎智英透露李宇軒負責統籌眾籌登報 黎智英就另外問過李宇軒是不是港獨派 也都問過為什麼不是由陳之華去聯合國 追問為什麼讓給別人 即是說這個為什麼讓給別人去呢 這樣 所以就說盡力去做 這件事都說黎智英 李宇軒不向不支持港獨 不支持港獨 你是不是反港獨呢 反本土呢 我是說不出 一直都是他想和他 劃開界線的 甚至他不是反對你 但起碼在這個地方 不會和你合作的 譬如我有我的立場 黎智英也會和我一起聊天 但是他不會和我 在這個港獨問題上予以討論的 我也很清楚他 不支持港獨 所以不要老鬱他 OK 這個就是他老派的想法 It is Tactically wrong 但是不是unlawful 不是illegal 不是persecutable OK 不是可以這樣 讓你去欲家之罪何運無辞 可以逼害他 現在就是政治迫害 虛假審判 代署法庭 主死黎智英 陳之華 清心直說 你問我 我會覺得陳之華的公辭 除非後來黎智英又反駁 但我覺得聽到現在是合理的說法 我沒辦法說陳之華那塊真與假 因為我不是現場 我怎麼知道呢 但我看來是合理的 就是make common sense to me 陳之華的公辭 台灣施行歷時三日 就是2020年1月10日到12日 第一日沒有行程 第二日 眾人在黎智英的楊明山別墅 午餐晚餐見面 第三日 陳之華就跟施明德 見面之後 跟劉祖敵回到酒店 當然我們說過了 施明德給黎智英最大的empowerment 沒有革命是不需要流血 沒有真正爭取民主自由 是不需要有人坐牢的 所以這件事很激勵到黎智那種 那種 義人 就是做行公義的人 那種情懷 不惜身陷靈 亦都在所不遲 這個是施明德給到他 當然他已經過身了 施明德有很多的想法 未必是 對的 就是 我們覺得言論自由 他又說 台灣要撤出金門馬祖 把金門馬祖還給中國 這些說法 我絕對沒有辦法接受 但是施明德有一個很重要的 終身的反對派 誰當權就跟你砌過 國民黨當權 跟你死過 美麗島雜誌 易容 吐爛 跟著美麗島大審 就是略議條一 要做這個 就是 唯一死刑 美國出面 搞到終身監禁 接著去到李登輝時代 提早釋放 就是他去 民進黨服務 就是做民進黨主席 到 陳水變當政 發現陳水變有問題了 洪三軍運動 2006年 2005是不是 2006年的時候 洪三軍的行動 這個就是他 義無反顧 不會因為 藍與六 誰當政 他於是 一定要靠在六那邊 不是 他是站在他自己的立場 是不是不願意 他都覺得對 不是 他對中國的態度 是有問題的 他對於這個 左派的態度 是有問題的 他對於 金馬切軍論的態度 是有問題的 人無怨人 但是他一種 不同政權妥協 要做永遠的 監督者的精神 這個是 我很值得 敬佩的 而這件事 感動到黎智英的傳言 詩明德 當然支持台獨 但 你會看到 他不是一個堅實的 要一個證明 制憲的一種支持者 OK 但他更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 對於 黎智英的一種啟迪 就在於勇敢 以及願意犧牲的證實 義無反顧的證實 這一點很重要 好了 第三天 陳之華 跟詩明德見面之後 跟劉祖帝回酒店 跟李宇軒 做視像對話 談到有關分工的事 陳之華另外確認 英國和台灣之行的支出 最後一併 一次過 是由黎智英 付錢給 陳之華 今天 就不會有審訊 去到星期五 即19號 才有續審 到時候星期五 再看有沒有新的一件事 但肯定了 記住兩個重點 即是 一就是說 黎智英是否想做個 真的大台 去對美國 而壓制一些所謂的 勇武 或者本土 港洞 要搞和理非 老泛民 第二件事 是不是曾經 支持過初選 但那件事很朦朧 與意氣 基本上很難成案 這個發酵的效果 為什麼我不知道 但我可以這麼說 陳之華講的真假 有待黎智英 或者他的辯方 去 質問和黎智英 答辯的時候 我們再做總檢討 真假 我不知道 我不在現場 我不知道他去了哪個地方 我沒辦法證實 但我聽到合理 以及基本上 沒有涉及到 扣陷 去 說假話 或者扭曲一些東西 去為自己 謀取一些明星 所以我對陳之華 這個到現在作供的表現 是 基本上是沒有批評的 OK 未有批評的 希望大家 繼續觀察這宗案 下去了 OK 我們遲些 和大家見面 希望明天 有桑海神舟 和傑斯 每個禮拜五 每個禮拜五 就有桑海神舟 和大家見面 但未來 這個禮拜 我 就不在台灣 未來這個禮拜 我在哪裡 遲些和大家說 好 我們 下一次再見 來吧